现在外界对于辅导会所转投的这些事业单位一直有个质疑 就是质疑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所谓的仇庸养老跟肥猫 那我们今天要质询的目的就只要让你们去澄清 说明你们对国家的贡献 对安置这些官司兵的贡献是很多的 所以今天是要帮助你去消除那些质疑 但是你的答案本身就会决定到底民众会怎么样看 到底是不是养老员还退休福利 你知不知道别的单位包括财政部经济部 对他们建派也好或者临选也好的 这些所要到转投资事业单位有年龄的限制 是的我们也有 我们几岁 我们也是在65岁就要退休 是我们的年龄比其他各部会来讲都规定的早 在管理办法里面有吗 有就65岁就必须要离开公司了 那现在平均年龄大概多少 总市长还有经历几岁上大概知不知道 这个详细年纪我必须要 那补充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是应该会的 但是绝对是65岁 那平均在临选的那个时候 他们年龄大概多少 经理人大概是40多岁 40多岁 对 不用到 不会到50 60以上 那董事长 总经理有可能到50几岁 本习要特别强调 你们给的资料都是非常笼统的资料 所以当委员或是相关人士要去做研究的时候 了解的时候 事实上很多资料是不完全的 就很难帮你们去把脉 带来的问题在出在什么地方 先问一个问题好了 现在我们这个经历几岁上的人才 或是这些管理人 他们限制的薪资 跟他们退休前 就退休的时候 退休金的这个比例 大概是高还是低 高于退休金还是低于退休金 一般来讲 是应该是不低于他的退休金 不低就是高 所以他并没有牺牲 他基本上是高于他的退休金 虽然退休金暂停 但是就是说他的实在是高不多 所以我们需要资料 高不多是你说的 所以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牺牲 他基本上就是领 虽然退休金暂停了 可是他领的金额事实上高于 或至少不低于 那个所谓他原来应该领的退休金 至于实际的高多少 请主委这边提供资料给我们 可以的 我们了解到底高于多少 到底是肥猫 还是所谓的养老福利 因为他的这个资金的 他薪资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提供您一个 还有他的奖金的部分 如果有的话 一起并记 提供您一个range 但是就说因为 基于个资法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 我现在对个资法就是很多意见 你们之前有没有要求各单位 他们转投资 还有相关持股的东西 相证讯的时候 你们通通回来都说 他们基于公司治理 然后通通不提供资料 可是我们是主管单位 我们自己投资单位 应该有这个资料 都不提供的 因为这个资料来讲 我想请我们的法规会的 这个 没关系 我现在讲的是说 你们很多都是用 所谓个资法 然后通通资料都不提供 不是 这个是必须要遵守法令 倒不是说我们 那你们自己有没有资料 你们自己有没有资料 我们可以 对 你可以要求我们切解 或是用什么方式 报告委员 我们的会见经理 我们事实上他们有义务 对我们提供他的信息 没有错 但是是不让立委知道而已 不是 但是因为 基于使用目的 我们无法提供给第三者 去做使用 可是所以监督的理由 或监督的需要 立委不能拿吗 我们会 所以我们会 连国王部国王机密 都会让我们干 我们会给你一个range 一个range 大概他的薪资 落在什么样的急剧当中 这我们可以提供的 我们希望更详细一点 是是 我们会再继续要求 是 谢谢委员 在你们报告里面 提到一个所谓安置率 35.70 是怎么算出来 你们今天讲的退休 官士兵是什么 还有眷属 对 我们的安置率的算法 是依照我们的持股比率 然后在公司里面 占有到底 没有 我先讲了官士兵 你今天讲的退役的 官士兵是什么 士官 志愿役 荣民 还是自由役役 都是 大部分都是 志愿役的 对吧 退役 还有就是农民或农卷 请这个比例出来 是 你们这个非常笼统的一个 然后眷属呢 眷属也有包括在里面 比例多少 比例我们另外再详细 这个提供给委员 眷属他们的背景是什么 是官的眷属为主 士的背景为主 还是兵的眷属为主 不一定 有可能是士官 请提供资料 是的 因为外面很多的讲法 是 说是高官的儿子 高官的眷属才有机会到 相关的单位去担任工作 就是你们要去厘清的地方 是 不是靠关系 是 我们希望照顾的是基层的 士官兵 是 不是高层的 谁有关系 那另外你们安置 有没有办法 有一个作业办法 有 有 对不对 有没有提供给我们 没有 这我会后都可以提供给委员 有没有照办法来做 这是我们要查的东西 是的 是的 我们都一定会照相关办法来实行 OK 我们谈 经营绩效好了 我先问一下主委 就你的了解 一个垄断或寡赞的事业 它的经营绩效的指标是什么 因为我们会里面 也没有垄断 也没有独占的事业 怎么会没有垄断 你们在很多地方的瓦斯公司 都是垄断 独占 我们的天然企业 从来就不是垄断 寡赞 寡赞 怎么不是寡赞 是不是寡赞 我想说公平会有 有这个 长官在这个地方 可以来解释 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个特许的行业 任何人都可以 应该是 应该都可以参与 对 但是就你们的市场规模来讲 已经达到了一个 很多是寡赞的规模 或至少是 部分垄断的规模 请我们事业处来跟你说一下 报委员 根据这个经济学的定例 所谓的寡赞市场 必须在一个特殊的市场区隔里面 少数的厂商 它销售性质相近或相同的商品 彼此形成竞争关系 这叫寡赞 那我们今天 这个天然企业 这个现象 它有三个客观的限制 第一个就是因为 它是资本密集 我不用跟你去争吵 什么叫寡跟隆盗 我现在讲说 你们绩效的指标是什么 我们绩效的指标是什么 我们绩效指标就是获利 就获利 跟安置 获利跟安置嘛 对不对 是的 就是你的获利率跟安置率嘛 是的 哪一个比较重要 都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获利 就没办法安置 对 那我问一下 你现在告诉我 你们的获利率 就是一个笼统的东西 平均报酬率嘛 各个公司 各别的获利率有嘛 对不对 有 好 你们刚刚跟我讲说 每个月会开一次 每一季开一次 是的 有没有做出任何新的调整 或是任何重大的 这种投资项目的调整 报告委员 我们在每一年的 季末 我们针对次年 我们会跟各公司 定一个营业目标 跟获利目标 用这个来考成 我们的所有的会见经理人 好 我先问一下 你们最高获利率的是哪家公司 我们最高获利率的 应该是我们 新章嘛 新章 新章嘛 跟新泰 对 持股比例多少 持股比例 新章我们大概是34左右 34嘛 对 然后那个 新中嘛 40嘛 是 对不对 对 你们这个获利率的比例嘛 对不对 当 新章获利率高达将近七成的时候 你们在过去 有没有任何调整过 说要增加他的持股的比例 因为你现在只有三成四啊 有没有做过任何的讨论过 那你们管理会议在干嘛 增加持股比例啊 如果获利率那么高的话 这个增加持股比例啊 事实上就要经过 一个很严审的一个程序 我知道啦 不然你们管理会议在管理什么 因为 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想买也要有人卖 我知道啊 我现在讲就是说 当你 那你管理会议 有没有结论 那结论要做什么 主要什么样结论 主要都是针对公司的 获利状况跟营运的状况 以及啊 有没有贯彻我们安置政策 那你们管 那你们投资的比例 会不会做调整 有没有做这样的结论 投资比例的调整 我们基本上每年 我们安置基金都编一亿元啊 作为啊 增资的准备 但是要配合 第一个公司的营运状况 第二个 到底 我现在问了就是有没有做过任何 做大的调整 有人想卖我们才能买 对啊 有没有做过调整嘛 有没有做过调整 就是个别公司 我们都有一些微服调整 配合啊 好 获利率最低的是什么 获利率最低的是什么 获利率最低 除了赔钱的以外 除了赔钱的大概获利率最低的 应该是啊 客运公司 新兴大众 新兴大众也是获利率较低的 对吧 还有新兴客运嘛 对 你们做了检讨没有 做过检讨 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因为啊 现在目前啊 因为捷运系统发达之后啊 整个公车路线被挤压 那所以说啊 第二个就是 随着油价调整 跟啊 车子的替换 所以说公司的营运啊 都大幅力下降 那只是这家各单北公司 但你知道其他公司也在赚钱啊 甚至获利率比你更高啊 我跟委员报 我们最后同业之间的比较 我们并没有特别低 我们大概在平均中间值左右 有没有一个目标 希望它的成长目标 有 我们都会每年定那个营业目标 然后我们就问一个反省 刚才提到了 安置率跟获利率是一个很重要 你们的重要工作目标嘛 安置率的部分 你刚才给我个龙统说 37%对不对 但是有些公司的安置率是偏低的哦 报告委员是有些公司偏低的 那你们要做任何的调整没有 我给你们报告 只有所有的安置率偏低 其中的四家公司 都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派出会见经理人进去 没办法参与公司决策 那怎么办改进 那我们呢 就在每次的董事会当中 有我们会见的董事啊 在会中提出要求 请公司一定要加强安置率 那他不配合你怎么办 他配合 他现在一定要找了专人 来跟我们各地农夫处 取得联系 预有我们退伍军人的职权 预有公司职权 他主动通知我们这些退伍军人 希望能够这样子来增高我们的 提升我们的安置率 所以你会内是有设定 一个目标 有 当低于所谓多少的时候 你一定要讲报主动积居 大院的那个决议案 97年决议案 必须要持股的那个7成 不能7成 现在有几家公司低于7成 现在有 低于持股率的总共有9家 9家 那低于持股率7成的有几家 报告低于持股率7成的 我要算一下 是 简单讲就是说 安置率绝对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你们 退伍会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目标 安置基金不是就要赚钱而已 是的 重点是要照顾我们的 退役的士官兵 是的 是的 好 考评跟讲诚机制 我问一下 不是的比例有没有 不是的有 我们曾经 因为有几种方式 我们解除了评论 请把过去几年来 是 你们做了考评相关的 是 不识认淘汰的 是 比例 是 还有原因 好 整理个资料给我们 是 可以 另外一个 历年 讲诚 占的比例的名单 或是比例 也给我们 是的 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对你这个报告 我觉得 非常的笼统 很多我觉得能够看出 公司治理也好 看出你们 辅导会对于整个 转投资事业的监督的 能量部分 在这个资料你们都看不到 你们只不过把你的 这个管理办法 作业要点 还有考核办法 重新再念一次而已 我们要看的是实际的情况 报告委员 真正要深入公司 必须针对公司的 四大报表 做详细的分析 但是我们现在只就我们 我不是要 就公司本身的管理治理 我现在讲 我们辅导会的角色跟任务 是的 就获利跟这个所谓的 这个安置的部分 要做特别的一个 深入的一个调查 是的 所以请把相关之下 我刚才提到 部分通通提给我们 照参考 如果不满意的话 我们可能还会要求 再做报告 谢谢委员 谢谢主席 谢谢 好那第二位 我们请高禄以用